波音部给力NASA计划向Sensex加订载人飞船订单 IT之家12月5日消息 波音公司SRWINAL的持续延误 促使NASA改变订单 据SpaceNV报道 NASA计划在订购多达三次Sensex载人航班 以确保美国最早在2023年 不间断前往国际空间站 NASA表示 SpaceX的龙飞船是唯一在必要时间内 满足合作伙伴国家和安全要求的系统 换句话说 如果波音公司还没有准备好 NASA将转而支持SpaceX IT之家了解到 波音公司两次推迟SRWINAL轨道测试 以调查氧化剂隔离法问题 NASA副局长凯夫·路德斯说 现在获得更多航班 以维持美国在国际空间站的立足点至关重要 不过 NASA仍然需要两种不同的成员系统来保证冗余 并且计划在龙飞船和SRWINAL可用后交替使用